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族一直屹立在东方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也有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都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然而到了清朝晚期 由于长期的步步自封 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 自第一次压阵战争以来 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 侵占了我国的很多权益和领土 1856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860年 沙俄趁清政府忙于应付英法联军时 逼迫清政府签订 中德北京条约 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库义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其中就包括了海参崴 海参崴至此成为俄国的领土 1991年苏联解体时 是俄国最薄弱的时期 中国为何不趁机要回背沙俄侵占的海参崴 一条约的限制1860年 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北京条约的是沙俄帝国 沙俄在十月革命后称为苏俄 苏俄后来与其他十四国合并被苏联 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领土 人口、军事 当然也包括历史条约 中国要想收回海参崴 肯定会受到历史条约的限制 二、人口和地理位置因素 在1860年之前 海参崴长时间是中国领土 居民当然也是中国人 在被沙俄占领后 此地的中国居民大多被沙俄赶走 如今海参崴已经没有中国人 都是移居过来的俄国人 而且海参崴是与俄国接壤的 不同于非地 俄国占领后更加好管理 因此 从人口和地理位置因素来看 海参崴都难以收回 三、海参崴对俄国的重要性 如今的海参崴 是俄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 西伯利亚大铁楼的终点 天然两岗 军事重镇 可以说 海参崴是俄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城市 地位不言而喻 俄国在任何情况下毒很难会放弃海参崴 四、国际方面在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后 各国的领土已经基本确定 国际环境也已经稳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我国以经济发展而为中心 如果强行收回海参崴的话 肯定会被其他国家反对 影响我国对外交往 恶化外部环境 五、国家综合实力前面说道 苏联解体后 继承了其大部分的领土 军事、人口 可以说 俄罗斯就是一个弱化版的苏联 其军事实力还是很强 我国的军事水平虽发展很快 但是与当时的俄国还是有一定差距 而在经济方面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 经历了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 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苏联虽然解体 但是经济总量还是在我国之上 因此 从国家综合实力来看 当时我国与俄国还有一定差距 海参崖难以收回 中国是个有着大国底蕴的国家 相信一定会重新崛起 再创辉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